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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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细雨春风温柔乡 梦在远方的远方 明月徘徊谁的家 照亮少女家衣裳 喵喵吹烟的夕阳 唤醒轻敌旧时光 不问谁在谁心上 只愿留在你身旁 要你共复着春夜 再亮春美景来河天 要你共复着春夜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要你共复着春夜 再亮春美景来河天 要你共复着春夜 渠相遅延 渠相遅遥遥人间 渠相遅遥人间 渠相遅遥人间 永生轻夜 哎呀 我想到办法了 你有什么办法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会儿 在天香楼的时候 用菜名表达意思 猜猜我是谁 玉蝶啊 你玩这个游戏 从小跟我玩到了现在 你都不觉得烦啊 不烦 我乐意 猜猜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你会做那么多好吃的 我怎么知道 你给我做了什么呀 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看 尝尝看啊 红豆饼 还有汤 好吃吧 别光顾着吃了 你可知道这饼这汤寓意何在 玉蝶啊 你做这些吃的还有寓意的吗 当然 你仔细看看 这汤里边都有什么 丝瓜 还有香菇 看来你还不傻啊 这个香菇丝瓜汤呢 又名香丝汤 哎呀 贵啊 你别往下说了 我都不好意思添下去了 这个香菇丝瓜汤啊 当然就是代表它对你的相思喽 至于这个红豆饼嘛 有手诗怎么念来着 红豆生 生南国 对对对 春来发几支 愿君多彩节 此物最相思 对呀 那我就不打扰了啊 你们俩慢慢聊啊 我就先去忙我的了啊 玉蝶啊 都是我太笨了 连你的寓意 我一点都没有领回到 我也很笨啊 这些还都是贵儿姐教我的 不过你要不喜欢 以后我不玩了 别别别 我觉得贵儿姐做得挺好的呀 以后我们就拿这些菜 来传递我们之间的秘密 不过其他菜的名字呢 你以后要亲自讲咯 我们也不能让贵儿知道 我们之间的秘密 嗯 好 那我们就这么定了 你想用菜 太好了 好办法 老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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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会儿啊 我去找兰忠 不 我给你找御医啊 王总管 不用找了 谁也治不了我这个病 我这个病 神仙都不灵了 冷啊 冷啊 我这就去找御医 你等着啊 王总管 你听我说 你说我是错了吗 我以为马儿没有了 结果他又回来了 我以为他和御爹 会好好的在一起 结果 又去蜿蜒大营 我 你说 我让他做公主 我是不是错了 御嫂啊 御爹会回来的 这黎马也会回来的 你别说了 你让我说完了 你说 你说 我去找御医 不用 别走 别走 你过来 王总管 你听我说 我说 我不是一个 不知好歹的人 可是我心里 一直想着马儿的爹 我也没想过 要再嫁人 就算想接受你 也等下辈子 好 好 好 你就好心地送送我 好吗 好 好 好 你人太好了 好 我这辈子没法报答你 我就 我 就记住你 等到下辈子 我还会回来的 我回来找你 好吗 可可可不 别哭了 别哭了 我 我不哭 不哭 王总管 我下辈子 会回来找你的 我蒙哭 不哭 我要争取机会 争取几辈子的机会 我没哭 我的 我的手子呢 你看见我的手吗 手 手 在 在这儿呢 你帮我拿着 我拿着 我拿着 我保存了 很多年了 是 你 你以后有机会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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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重见天下楼 重见天下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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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管 让我 你太平靠了 你也情 Mut 你有机會 你用你的手 代替我的手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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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马儿一把 要是上天卷顾的话 要玉帝回来 要玉帝回来 你拉着他们的手 让他们俩 让他们俩成亲 你得帮我 帮我完成我的心愿 对了 我记得你 唱的那个歌 给我听啊 好好听啊 唱啊 我唱我唱我唱 我唱 好好听啊 我回家 你忘记谁 霸凌天 我为你 谁与梦里咱 他想你 我 有 呀 呀 喂 喂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诺华卑卷似水流年 要你功夫者传言 茶自咽红逍遥人间 茶自咽红逍遥人间 将军 玉蝶姑娘 哦不 应该叫你为玉蝶公主 当日一别 本将军对你是朝思暮想 没想到今日可以和公主 长相厮守 将军 玉蝶有一个请求 公主 你我马上就要成为夫妻了 我现在应该称你为爱妻 爱妻有什么事尽管嫁 既然嫁给了将军 就很难回京城 能否 让我跟李马将军说几句话 当然可以 我岂是那种小气之人 李马 你也有今天 记得我曾经说过 你对我的羞辱 我会十倍地成功给你 爱妻 有什么事快说吧 千万不要耽误 我们澄清动方 李马哥哥 别在意他说的话 于爹只可惜 今日一别 恐怕今生很难再相嫁了 李马哥哥 你我今生有缘无非 日后 也只有那些青州小菜 能作为回应 你如果想玉蝶了 你就想一想 玉蝶为你做过那些饭菜 一座安慰 也珍重 玉蝶公主 吉时已到 你应该跟我拜堂成亲了吧 你应该跟我拜堂成亲了吧 对了 李马将军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可以回去复命了 我就不留你在这儿喝喜酒了 没想到短短半年 你就是我的了 玉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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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嫂她 我娘她怎么了 她去世了 玉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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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将军 将军 不好了 夫人的营杖着火了 先把公主送到她的营房休息 是 我去接就来 难道是乌纳西 着火了 快救火了 着火了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下 着火了 快来救火 快来救火 救火呀 快 来人啊 大将军有令 你不能出去 这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了 你女儿自杀了 不可能 我女儿不会干那种傻事了 她怎么会自杀 你下辈子去告诉她吧 现在已经烧成灰了 不可能 你们骗我 我女儿不会自杀的 真的不可能 你们是骗我 我女儿自杀 我是爱她的 真自杀了 女儿啊 女儿啊 你不要我啦 你不要我啦 女儿你不要我啦 女儿 女儿啊 父亲 父亲带您去见 见你额娘 那女儿 母亲 玉蝶 完了完了 马燕泽立来了 这次真的晚了 怎么办 现在真的逃不出去了 我们该怎么办了 既然都来了 我也没有打算逃 你的命 怎么这么苦 我离房好不容易活过来 又被嫁到这么远 现在我早也没了 玉蝶 你要干什么 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 别傻了 就算是为了贵啊 我也不会这么做的 放心吧 等日子长了 他们放松警惕了 我不一定会有机会逃走的 如果逃走的话 他们就有理由攻打大宋 到时候 不知道又会有多少百姓会遭殃 这么做我是不会安心的 那我们怎么办啊 好了 贵儿 总能想到办法的 大不了一死 我倒是不怕死 我倒是不怕死 我就是心疼你 心疼李玛 还有五嫂 还有五嫂 我就是心疼你 心疼李玛 我倒是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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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 今天是本将军大喜之日 但是由于夫人 不幸葬身火海 所以本将军决定 三天的大庆 改为一天 来 兄弟们 今晚吃好喝好 干 干 干 将军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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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两人多去喝酒吧 好 你自己自身难保还管别人 你我之间的恩怨不要牵连别人 贵儿 你先走吧 不行 我得保护你 你 来人 在 将军 把他给我拖出去 是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走 还请将军手下的人 不要难为贵儿 怎么 害怕了 我有话对你说 良辰没景 我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说话上 你干吗 洞房花竹叶 你说我要干吗 将军也不过如此 根本不是什么英雄 只不过是利于熏心的小人 你敢这么跟本将军说话 玉蝶不敢 只是 玉蝶来的路上 母亲 不信病史 玉蝶连最后一句话 都没有和母亲说上 所以我想请将军 让我按大宋的传统 给母亲守孝三年 这个秦城真是晦气 再说你们大宋的鬼子 与我何干 你是不是在找借口 不想跟本将军动荡 将军 少气一瞒 玉蝶会心甘情愿地 给将军做夫人 如果你会认为我这么想 那就错了 你用不着浪费时间了 你想寻死 宋玉蝶你要知道 你一旦死了 我的大军马上就会杀回去 到时候大宋的百姓 将会因为你而生灵涂炭 难道我不死的话 你会信守承诺吗 你这种人 是不会放弃野心的 你还算是个性 可是你们大宋的规矩 我干嘛要受 玉蝶只想尽孝 所以希望将军成全 否则你只能得到我的尸体 是 时间我可以给你 但是三年绝对不可能 那将军 可以给我多久 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做牛做马 随将军赢 那我就等着一个月之后 你宋玉蝶心甘情愿地从了我 好一个宋玉蝶 你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地 征服我的心 好啊 我就陪你玩一玩这个游戏 我倒要看看 一个月之后你拿什么推托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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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 好啊 好啊 你没事吧 不回事 没喝酒多了 看样子啊 他病更重了 早上就见他有些发烧 来啊 把他给我抬下去 小心 是 小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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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别人和金银珠宝都来得珍贵 我会一直把她带在身边的 你小时候最喜欢玩这个了 你看 娘 你知不知道 玉爹这两天好想你 你为什么走得这么突然 玉爹是不是连累娘了 让娘为我操心 不过娘 我现在已经答应成亲 我不能害了大宋百姓 娘 你说黎玛哥哥 他会找到我吗 乖啊 宝宝 我女儿乖 好好好 父亲让你骑大马 骑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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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请 将军 你这么早有什么事吗 将军 大首领他 他好像疯了 你不用去管他 他是故意装的 他就是想让你们放松警惕 向陈局逃跑 行了 别管了 将军 他不像是装的 难道我还得听你们的吗 不敢 将军激怒 冲去 是 快 愚蠢的父女 我 不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儿 我的玉蝶 我的玉蝶 白飞啊 这都是朕的错 如果当初不听国师的话 也许玉蝶早就嫁了人 正在过幸福的日子 皇上 我本来想着 可以好好地护肠我们的女儿了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们竟然害了我们的女儿啊 她在完颜人那里 一定会受很多苦的 皇上 五嫂一定是承受不住这个打击 而亡固了 我的爹儿 朕要追负五嫂为太淑人 让青儿去操办 将五嫂风光大葬 爹儿啊 难道只有牺牲你才能救大宋吗 这是父皇的无能啊 皇上 皇上 五嫂走得突然 玉蝶身在完颜大营 李马尚为归来 我准备先行处理五嫂的后事 想问问大家 有何意见啊 五嫂身前哪 倒是说过一个心愿 回杭州 落叶归根哪 与夫同葬 还请王爷陈权 好 那还是这样 封五嫂为太淑人 我把他的遗体 护送到杭州 风光大葬 一鞠躬 起 二鞠躬 起 三鞠躬 起 家属谢礼 王爷 为何 十三鞠躬 有三鞠躬 你 是 我们最后的 明天 有三鞠躬 让我 有三鞠躬 昌云 你 还有四鞠躬 你 你 因为有我 黎玛和玉蝶才会是今天这样的命运 五嫂 你一直宽容对待我所犯的错误 我今世没有机会改成 下辈子带着这个来找我 五嫂 五嫂 今生今世 我是照顾不了你了 娘 娘 我回来了 对不起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娘 不是说好了 一起回天香楼的吗 我还没有好好相信你 你千万不要怪我呀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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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玉女 我会照顾好她的 我一定会把她救回来 牛 弄死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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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杭州我会把您和爹放在一起 我要天天见到娘 到时候我和娘还有爹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娘 娘 娘 吴嫂 原谅小仙不能陪着你回去 玉蝶去了王岳大游路 我没本事把他救出来 但是我会在这里帮你照顾好黎马的 汪总管 王爷 你如愿意可随大队送刑 王爷 我不能的 我答应了吴嫂 要留在这照顾黎马 送吴嫂前行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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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将军 我要死我娘 我不能让我娘一个人飞杭中 娘 将军 请接哀人 你要想一想 玉蝶还在顽营大营里没有救回来呢 请接哀人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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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虽臣领兵不力 导致损失惨重 请皇上 撤掉我郑国大将军一职 玉将军 你一直是朕信任的得力干家 你怎么也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啊 皇上 臣 臣知道 臣知道自己的妹妹牧蝉 罪孽深重 罪大恶极难逃一死 谢玉蝶公主 谢玉蝶公主 及皇上心慈仁厚 免她一死 吕而报 万分感激皇恩 臣又因自己的鲁马和争强好胜 中了完颜人的奸计 所以臣恳请皇上赐死 罢了罢了 罢了 罢了 公主下嫁 完颜择利 盈允不再出兵 但是我朕中不能无将 朕期待着你日后戴罪立功啊 好 好 朕撤掉你一品镇国大将军的封号 降为三品 臣 谢皇上不杀之恩 臣还有一个请求 你说吧 黎马将军的智慧和武功 确实胜过臣 臣恳请皇上让臣做黎马的副将 你能有所想 朕十分的欣慰 好 你的要求朕准了 谢主龙恩 你跪在这儿做什么 王爷 臣妾 是来向您请死的 请死 我 王爷 是臣妾对不起你 无缠罪孽深重 今天特来请王爷亲自动手 能死在王爷的手里 也是我的福分 你可知道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天理难容的 但是玉蝶在下架之前 请求父皇的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饶过你 我知道 你一直视玉蝶为眼中钉 受了公圈府的诱惑 这事我也难辞其咎 念在你 发现了公圈府的阴谋 治正的 要玉蝶帮你求情 父皇已经下旨 饶你一命 一场繁华梦 璀璨花心动 一桌四方彩 百味品春秋 一朝儿女梦 恩爱暖情愁 一绝生死连千月停 去河流 你看那山外青山楼 爱楼 风流尽在天下楼 平常那天 是今生一壶酒 河流尝尽在天下楼 尝尝那千世今生一壶酒 河流尝尝尝在天下楼 河流尝尝尝在天下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